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一个女人手掌上的手掌纹相互交错 形成了三角形 也就是所谓的三角纹 说明一辈子不缺钱财 要什么就有什么 幸福感满满 注定是个极其命好的女人 三角纹在手掌不同位置的含义 一 三角纹处于上 为人处事圆滑 有极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有自己的一套生存适应法则 生命力比普通人要强数倍 容易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赞同和认可 事业迅力 从事各类行业都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 受人惊讶 二 三角纹处于中指下方 前运势 有坎坷波折 由于坚持不信 并且有运势和朋友相帮 未完成的事业在后期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报复得以实现 三 三角纹处于手腕线上 三角纹位于手腕上 也是一种极力的现象 如果在中心出现三角纹 表示生来运气极好 有可能得到丰厚的家族资产 或者在行政部门升居高位 表示头脑聪明灵活 可以把握住时机 取得丰厚的财富 四 三角纹处于无名指下方 代表其人才 多才多艺 自学能力强 才艺非凡 性格温良 对自己要求严格 有良好的自控能力 更适合在文艺方面发展 也需要给自己制定恰当的目标 不可贪图高远 五 三角纹处于小纸下方 代表事业成功 获得钱财的极象 有经营和组织管理能力 一个团队的头脑和绝对的领导力 如果往商业发展 必定可以有所成就 六 三角纹位于掌心 假如手掌心出现清晰和较大的三角纹 则是最佳的手下 大吉大利的象征 预示着事业财运 医员都会很顺利完美 不论男女都有可能身居高位 男性会找到一位贤妻良母 家庭美满 女性会遇到良缘 一生被呵护 健康平安 身心愉悦 女性往往可以高瘦 七 三角纹位于婚姻或上 倘若三角型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 表示会因为婚姻带来财富或者获利得到意外之财 两个人互补 婚后财运蒸蒸日上 三 三角纹位于上 在学业方面有所注意 逻辑分析能力很强 能言善辩 超越常人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和长远的眼光 理智冷静 适合数据分析或者是沟通交流为主的工作 常听老人家说 首有元宝文 穷不过中年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首上有元宝文是一种极力的象征 首相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纹路叫做三角纹 三角纹也许对我们的来说比较熟悉 那么男人右手像元宝文是三角纹好吗 三角纹和元宝文是什么 几条线构成三角形 称为三角纹 首掌上如果出现三角纹形状并且比较清晰 属于极力的线纹形状 特别是手的中心如果有大的三角纹 是非常好的首相 在事业上不仅通达 在财运上比较亨通 事业有成并且能聚财 如果三角纹出现在婚姻爱情线上 则代表着会因为婚姻和感情方面的事 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 三角纹也是人手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杂纹 当三角纹的形状校正且比较清晰时 大多属于极力的象征 而元宝纹本身的跨度比较大 是由三条主线所构成的 算是三角纹的一种 但它其中还有一条负线形成元宝的弧形状 整体来看元宝纹形态相对比较好认 元宝纹的出现意味着整个人的事业发展一片大好趋势 而且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比较好 就连个人的感情运势也会出现一大片的好局面 首相手掌心纹理出现三角纹的人一生可得小富贵 此种首相纹理由事业线、生命线、智慧线形成 这种纹理由于事业线在首相名堂中止顺 体现现在中年阶段会以财运亨通、积累财富 早年与晚年期间运势一般 这期间较少的大财运 所以把握好中年机遇也可一生衣食无忧 小康之上的家庭 首相出现比较大的元宝纹 表示一生中财富指数大很多 配合其他首相纹理好 非常容易成为大富翁 属于非常能够聚四方财源的一种首相纹理 首相中出现一些比较小的元宝纹 与三角纹富贵层次差不多 一生容易得到富人的帮助 女性首相出现则结婚后能够旺家育 男性则拥有可以得到领导的器重 贵人提携属于事业通达的一种首相纹理 元宝纹与三角纹同时出现 掌内元宝纹三角纹明显 一生安乐清闲 事业有成 三角纹由生命线和智慧线 与玉柱纹或者其他纹理组成的三角形图案 此纹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 金钱运相当不错 运势强盛 非一般常人能比 手有三角 穷不过五之说 意思是 说三角纹出现在手上 富贵有望 一生钱财不断 待到二十五岁或者三十五岁左右 必定发福发贵 元宝纹一般情况上宽下窄 犹如梯形船形 盆形之状 元宝形状越大 财运则风龙 古书 盐 手有元宝衣食无忧 金可盐 元宝在手 车房尽有 好的纹理必须有吉祥的符号相匹 这样的运势方可如虎添翼 更胜一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日式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